女人的第一个角色就是祝福成道 因为祝福成道 夫妻团队是这个世界上 比你的企业更完美的团队 夫妻同心齐力断金 在风水学上成家立业 所以你知道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 这个女人还愿意辅佐这个男人 还愿意夸奖这个男人 还愿意拥抱这个男人 这个女人的福报跟德行 就跟亡羊名似的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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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动不动都是加分的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自己又抱怨 然后又觉得自己老公选的不行 你自己又选了 你还天天在这 你捡捡捡捡捡捡捡 你捡自己的也算了 你还在捡你孩子的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要成为哪一种女人 我们要成为加分的女性好不好 但是我很庆幸 我拥有了最强的信念以后 其实我就忘记了成功学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 你有了底层逻辑以后 你会去接触到很多的新鲜事物 接触到很多的气 但是人生对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叫推导从来的勇气 这个世界上 李嘉诚也曾经说过 那个八个字叫做 建立自我和追求我 那也一样的 如果你学了某个学科的时候 只有一门学问 是你终身不用推导的是财商 因为财商是底层逻辑 地级推导了 他修建不了了 能听懂的请举手 那我是怎么去推导我自己的 在遇到周文强老师的时候 我第一次了解到财商 我第一次发现 财富自由的梦想里面太牛逼了 够况我发现周文强老师 太懂得使用财商了 尤其是在泡我的这一件事情上 他的所有的梦想里面 都要规划一个我 让他感觉他的梦想里面都装着我 其他男人追我 最多就说一句话 你能跟我过上好日子 我记得在工厂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销售员看说 小杨你如果跟着我我给你十万 我当时还在想我给你十万 我都不要你 虽然我还赚不到十万 可能十万是我十年的年薪 但是我内在的配得感 好不OK 就证明你会发现 我不会因为钱而去选择不对的事情 我不会违背我的本心 而不违背本心最重要一点和音 就是即使我还没有钱的时候 你们觉得我的配得感 是不是只有十万的 不是 后面又遇到了在周文强老师 跟他是同事的时候 周老师最喜欢说这个案例 想当年谁追你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周文强你能不能有点自信 那么多男的 其实你也是最帅的那个 你为啥要拿一个最丑的男的 来说了一句话 那个男的他的祖籍 是台湾的 他当年跟我说一句话 小杨你要跟着我 我就带你去台湾 我们整个家的祖宅都给你 我当时还在想 你长这样 我是外贸协会 除了是外贸协会 就你知道吗 我销售是第一名的 那个男的销售是第三名的 我跟客户沟通十分钟搞定的事情 他莫及三个小时 在我看来一个男的讲话都不讲重点 你说你的底层逻辑是个啥 你的未来的前途是个啥 我肯定要找一个比我强的呗 即使当下没有我强 未来也要比我强的呗 不然我这样的女人 你不好驾驭 你也累 我也累 因为我的底层逻辑让我很清楚 我要什么 我的底层逻辑更加清楚 如果我当年找的是个穷小子 你说这个男的我忘父以后 如果又生孩子又更忘他以后 这个男的怎么来看我 所以你们就发现 今天亚老师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当年底层逻辑在建设的时候 到法术器都用对了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加核心的底层逻辑 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行的男人吗 我给你们讲句实在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行的男人 只有让那个男人不行的女人 这句话很伤能 很多人很不认可 尤其是女人绝对不认可 我一讲到互联网上骂死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老公就是不行啊 并且有一些女人动不动还要把不行拿出来说 女人的三大天性你们知道什么吗 第一个就是孕育 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有一股能量存在 你们相不相信 就像亚老师站在舞台上 你们能不能感受到我的能量 带点强大 对吧 气场强大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我带着这种能量上到床上 你觉得赵老师还下得去手吗 那你直接就把一个男人给灭掉了呀 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生孩子 我采访了无数多的人 我发现了一个真相 就是我们以前 对于有一些特殊岗位的身份的人 我们都是觉得这种人 就很没有品德的 没错吧 直到我在国外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 特别颠覆我的三观 我发现了一个世界顶级的真相 在两性关系里面的道 如果我们讲女人要做好投资人的角色 女人的第一大投资人角色 一定是引爆老公的信 让老公的信离不开你 并且充满了成就感 因为老公的信上很有出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种东西显化在事业上 他事业的能量会提升一百倍以上的速度 就是有些东西解释不清楚的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出来的 我只能说我是一个两性关系导师 我看了非常多关于夫妻关系 差异化的书 心理学的书 乃至于性关系的书 所以我知道这个真相 如果你是一个忘夫的女性 还取决于你嫁格的什么样的男人吗 意识创造一切 财商之道就是意识 财商之法才是你的思维 意识是配得感 是高配 是顶配 是顶层逻辑 是企业的战略方向 企业能走多远 取决于唱识人的眼界有多远 能听懂的请就少 所以你们看一个文章 就觉得颠覆三观 我看一个文章我就觉得 哇塞 学了以后捞悠悠呢 我在生完我大胎的时候 有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不需要男人 因为女性的那个磁性数 下降了以后 她没有性需求 我们也不懂 我们觉得把所有的爱 转移到孩子身上 脑供可要可不要 其实我以前很强势 直到一个分水师跟我讲的一句话 女人强势就意味着克服克制 但是一说到克制 我那个慈悲心就来了 那可不行 后面那分水师说的一句话 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轨道 叫做孕育 所以我从此以后 我就一下子成道了 我再也不要跟男人比 什么能力了 我哪里能干呢 今天很多人说 我落地赵老师的东西很厉害 只是因为赵老师不嫌弃 那很多人说一句话 杨老师成为赵老师幕后 最顶级的推动家 所以赵老师才有惊天 那是因为赵老师感恩老婆 实际上的作用就是 赵老师没有他的太太 他也会成为了不起的 周文强 当一个女人能够把荣誉感 能够把所有东西 只超超藏在幕后的时候 只是做孕育的角色的时候 孕育老公 孕育孩子 孕育家庭 甚至来自于孕育家族 女人才走在了道上 那很多人说一句话 杨老师那你是不是 让我们做软弱的女人呢 不是 因为杨老师 一点都不软弱 我要软弱 我就不跟周老师捉了 但是要偶尔学会柔弱 柔弱是一个终极的轨道 杨老师今天都还没有 真正正正走向柔弱 我还走在思路的道上 希望通过示弱的多了以后 会真的柔弱 但是我相信 我已经看到了 它需要一个过程 我要给我自己 这个过程的时间 毕竟我才三十多岁 我不可能修得没有脾气 并且我发现偶尔的脾气 还有好处 我发现偶尔的脾气 我发现偶尔的脾气 我发现偶尔的脾气